大家好,正文开始之前,麻烦大家点击订阅,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。 11月上旬,美国拆解了海康威视的RTB的固态硬盘,对里面的闪存颗粒进行分析,发现他们用上了长江存储的232层闪存颗粒,也就是说,长江存储先于三星,SK海力士,美光商,用了200加层的存储芯片。 2016年成立的长江存储仅用了几年时间就超越了三星,SK海力士,美光,这些国际大厂,这真的是可喜可贺。 美国这边一看,长江存储咋这么强大了,要是再让它发展几年还了得?不行,赶紧制裁,于是把长江存储列入实体清单。 12月15日,美国商务部将36家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,这就意味着任何公司,如果对名单上的企业提供的产品涉及美国技术,必须要获得华盛顿方面的许可,而这个许可证很难申请成功。 这36家被拉黑的企业,包括长江存储、韩武技科技、中国电科等。 据悉,长江存储是国内技术最强的存储器芯片公司,被称为存储领域的希望之光。 过去,一个8GB的内存条能卖到800元,128GB的固态硬盘500块都买不到。 如今,ET的固态硬盘只要500块就能买到。 你以为这是外商良心发现开始降价让利了,那就大错特错了。 内存的降价是因为国产存储的崛起。 如今,长江存储直接攻克了232层技术,那么各类存储设备价格下跌也是必然的。 海外巨头降价处理的原因无外乎两个方面。 一方面是打压长江存储,让消费者优先选择大品牌。 另一个方面告诉国内企业,进口产品物美价廉,造不如买。 那么此时我们必须要看清局面,自主研发,同时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,共同打破被制裁的局面。 那么问题来了,长江存储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? 它的芯片实力又如何呢? 长江存储于2016年7月26日在武汉成立,主要专注存储芯片的研发和生产,是一家IDM类型企业,被称为中国存储芯片之光。 2016年3月,武汉新星直接宣布投资240亿美元,打造世界一流的半导体存储企业,集中精力研发内存和闪存。 2016年7月,紫光集团介入,集成电路产业基金,湖北科技集团,国开发展基金等共同研究,决定成立长江存储公司,并控股武汉新星。 就这样成立了十多年的武汉新星,并入了年轻的长江存储公司。 而长江存储公司成立之初就拥有强大的技术,多年的经验,庞大的资金,再加上相关政策, 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。 长江存储成立之后,直接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。 2017年1月,长江存储斥资2000亿人民币,在江苏南京建造芯片存储基地,第一期月产能就达到了10万片。 2017年11月,长江存储直接打造了一颗价值10亿美元的芯片。 这颗芯片由1800多位工程师投入10亿美元,耗时两年研发而成,是国内第一款32层3D闪存芯片,也是全球第五家,拥有该技术的公司。 这款存储芯片相当于盖32层高楼,之前只能盖几层的小高层,如今可以盖真正的高层建筑了。 这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吗? 尽管进步很大,但与当时国际最先进的64层存储芯片仍有不小的差距。 而存储三巨头三星、美光、SK海力士已经向着96层进军了,长江存储一刻都不能停。 2019年底,长江存储64层3D闪存宣布量产,可以满足固态硬盘嵌入式存储的需求,与三星、美光、海力士的差距进一步缩小。 同时,据长江存储称,64层存储技术采用了最新的精湛技术,这项技术制造的存储芯片容量更大。 传统的3D闪存技术是在一片晶圆上将电路与逻辑门制造出来,层数增加时外围的逻辑门也会增加,到了50层以上时存储密度就会大幅下降。 而长江存储的精湛技术另辟蹊径,在两片晶圆上同时加工并将通道做好,如此即便是到了60层,存储密度也不会下降。 据长江存储称,公司的64层闪存存储密度相当于其他公司的96层。 2020年4月,长江存储重磅宣布,120层QLC3D闪存研制成功,并成功应用在多家厂商。 这款3D闪存采用了自主研发的精湛技术,在设计、制造、成本方面更具优势,同时拥有同规格产品中最高存储密度、最高Io传输速度、最高单颗闪存芯片容量。 可以说这是长江存储第一次超越国际巨头。 到了2022年,三星、SK海力士、美光、长江存储,纷纷进入232层存储芯片。 5月份,美光率先宣布了232层的3DTLC闪存,并准备在2022年末开始生产。 8月份,SK海力士宣布成功研发238层闪存,并计划在2023年上半年正式投入量产。 11月份,三星量产了236层3D闪存芯片,采用了第八代技术。 11月上旬,美国拆解了海康威视的2TB的固态硬盘,对里面的闪存颗粒进行分析,发现他们用上了长江存储的232层闪存颗粒。 在2021年全球集成电路产品的细分市场中,存储芯片以35%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一,其次是逻辑芯片、微处理器和模拟芯片。 存储市场的规模有多大?我们从2020年中国芯片进口的数据就可以略知一二。 2020年我国花了24000多亿人民币进口芯片,其中有大概7000亿元是用来进口存储芯片的。 在这些存储芯片中,有大概1300亿元属于闪存,而这1300亿绝大多数都是被韩美日三国所占有。 比如韩国三星,它在闪存和内存市场均占据优势的市场份额一度达到38%。 之前我们造不出来内存芯片,不得不长期依赖进口,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,给你开个天价,也只能捏着鼻子接受。 但自从长江存储诞生后,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巨变。 据长江存储透露,2021年底时,公司市场份额达到了3%,按照计划,到2025年市场份额将达到6%,尽管与三星35%的份额差距巨大, 但成立几年的企业能够有如此成绩,那是绝对不容小觑的。 据悉,目前长江存储的闪存芯片已经进入华为、海康威视等国际大厂中。 海康威视是全球最大的监控视频厂商, 华为是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技术解决方案供应商。 这两家公司无论是在国内,还是在国际上都具有很强的影响力。 能够获得这些公司的青睐,这足以证明长江存储的产品的优越性。 长江存储的快速崛起也引起了苹果公司的关注。 市场一度传闻iPhone14将采用长江存储的闪存芯片, 而苹果公司也表示,正在评估从长江存储进口闪存芯片, 但只会在中国市场采用。 随后,因为美国商务部的干预,这笔生意直接告吹, 能够引起苹果的注意能够让美国商务部认证 这足以证明长江存储的具有与三星美光竞争的实力。 那制裁对长江存储影响大不大? 或者说,长江存储能不能扛得住? 其实回顾这几年,有多少中企被老美列入实体清单了, 可是最后还不是活得好好的。 能进入清单的公司,说明实力上已经获得老美的认可了, 也让我们知道弱点在哪里, 同时也会逼迫我们增加对这些领域的投入研发, 这就让我们的技术不断滚动起来, 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也会越走越宽。 正如美国富豪比尔盖茨说的那样, 限制美国芯片向中国出口只会促使中国加快芯片产业的发展, 提升技术优势,最终损害美国芯片的利益。 而从这几年的制裁结果来看,确实如此。 SEMI的一份报告曾经显示, 2021年中国在全球IC晶圆产能的排名还仅位列第五, 但在2018年和2019年相继超过美国和日本,位居第三。 公开报道显示,目前中国总计有28座晶圆厂存储厂正在建设, 投资金额达260亿美元。 根据测算,这些晶圆厂的资本开支预计未来将保持年均25%到30%的增长, 并且已有多家国内功率半导体企业已经进入全球前十。 所以啊,老美这招对我们没啥用, 短期来说可能会痛一痛, 但长期来看反而是好事, 可以进一步地加快我们的科技发展。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,分享,订阅。 你们动动手指,对我可是意义重大。 就这样,我们下期见。